也是之前做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也是講 他說我現在最怕就是 我沒被告他離婦 對 他說他很怕 為什麼 因為家裡誰顧 小孩誰顧 而且老婆還會 今天才做點事情有沒有 他們可以共同分擔這樣子有沒有 他是覺得這樣子是有力量的 是可以面對這個生活的這樣 對啊 可是我覺得金錢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為什麼會有一些人他到老 像如果你問我說 你老了怕什麼事這樣 我這樣很怕我 另外一半比我先走啊 如果說我們是一直下去的話 因為活著的人總是會比較 比較痛苦嘛 那你就領他的那個保單的賠償了 沒有 我的意思是指說 就是說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撇開這種來講 因為我會覺得說 37歲就煩惱到那裡去啊 真的啊 會想啊 因為在我20歲的時候 我就有想過說 當我組成一個家庭 然後我有小孩的時候 我要娶老婆 我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所以當我娶我太太 跟我太太結婚 我們是以結婚為前提交往嘛 那我就告訴他說 我現在有一個房子 我有一個四十幾坪的房子 然後我有車子 我現在有穩定的收入跟薪水 這樣至少你嫁給我 不用跟我負擔什麼 房貸也不約你繳 你賺的就是你的錢 這樣所以 當我20歲我就有想過說 欸 我結婚的時候 我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所以你很早就開始存錢 對 我很早就開始存錢 但是我是屬於那種 就是賺 努力去賺錢 講腳踏實地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對啦 因為像你說 玩股票 買基金 那個我不懂 那我不懂的東西我就不敢去 因為你也沒時間去研究嘛 那像我太太她有在買股票 所以我就一部分的錢 給他 讓他去弄 那反正我們的觀念是 你股票就算跌 至少我去賺那個股息 不賣就不算賠 所以我們就 對啊 所以因為我們就是 嫌錢去放在股票市場 對啊 因為像這樣 至少我一年也有兩三萬的股力 那也比放在銀行訂存好 所以我比較不會是去投資股票 因為那個風險比較高一些 這樣 來 我們先休閒進口 所以喔 年輕人好心喔 然後來就比較緊張就這樣 對啊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問一下這個文人喔 那妳有沒有買房子了 我有 哇 怎麼都那麼厲害 很早就買房子了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沒有很早 當然還是存到錢了以後 才開始買房子 等於是強迫自己儲蓄啦 然後妳的房子住人家收租金 妳住媽家 是沒錯 對不對 這樣算還蠻划算的 還不錯 不錯 對 所以一定要孝順父母 有道理 那妳怎麼規劃的 好 其實氣質打給我的時候 我就試算給她聽 我說如果退休以後一個月 有四萬到六萬 是不是其實不錯 不錯吧 很好了 很好對不對 那要以現在的金錢 的購買力來講 我們先不要去想通貨膨脹 那退休後如果有四萬到六萬 不賴吧 好 那我就去上網 這個前提是妳不用付房租 對 對不對 對 那我有房子嘛 好 那我就上網 各位可以上搜尋引擎 然後打勞退心智試算 跟勞保年金試算 好 那我在這排裡 我最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現在還是個上班族 而且我工作的年資14年 那在2005年7月以後 我改成勞退心智的提搏 除了公司幫我提搏6% 我自己要提搏了6% 這也是強迫存錢的一個方法 那在之前10年 我都是用勞退救治 所以在網路上 那個公式很好玩 就是我把我現在的狀況 還有我預期未來還會 在多少年的勞退心智 提搏那樣子算進去 其實我還都沒算到那麼多 我都是算到60歲以前而已 那如果說我的參數是 勞退心智我用了15年或20年 好 然後再加上 那個勞退救治的錢算出來 結果我發現 我光是這樣子持續的存下去的話 等到我拿到勞退心智 你算了6% 對對對 我可以拿到25000到4萬多之間 每個月 那我後來又進入網站 去打勞保年金的提搏 結果發現說 因為勞保年金 它是42000塊為上限 所以它會比較少 那如果說我這樣穩穩的做下去 還不用做到60歲 我之後一個月可以拿1萬5 所以如果1萬5加2萬5就是4萬多 那如果說我的年資再長一點 那我的薪水再如預期的慢慢成長的話 我退休以後光是勞退心智的提搏 加勞保年金 我可以有4萬塊到6萬塊的收入 對 所以我沒什麼好怕的啊 那你4萬到6萬打算是什麼樣子的水準的生活 其實當然我除了這個以外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工作的人 而且我也還滿愛賺錢的坦白講 所以我覺得除了這個就是乖乖上班 如預期的一直上班 能上到幾歲我就想上到幾歲之外 我當然另外還有一些退休理財的規劃 例如說像現在我就有定期訂額的去扣款 就是不要讓自己有機會把薪水都給他花光光 那就是有一些很穩定的持續的儲蓄 那這個以後就是會是我那個4萬到6萬之外的錢 那我的個性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不會去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啦 那如果說我未來就是 除了那4萬塊到6萬塊的那個 兩個勞退心智跟勞保年金之外 我又有多的錢 我當然就可以遊山玩雪啦 所以我的算法是假設我60歲退休 然後活到80歲終於有20年 那我算給那個氣志的算法是好 假設我一個月有6萬 6萬不少吧 那我等於一年我需要70萬嘛 70萬乘以20是1400萬 1400萬 可是其實這大部分的錢都是 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 透過這些就是持續的工作 他覺得有價值 所以我在跟氣志聊天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常常看到很多年輕人 他動不動很輕易就放棄他的工作 說要去國外遊學 那告訴我的理由都是說 他看不出工作的價值 可是其實工作有一個價值 是在幫你存老本 就是光是你看這裡有幾個項限 對 他有幾個項限一定要注意 第一個項限是你的薪水的高低 假設說你的薪水高的話 公司幫你提拨的當然也比較多 那像我自己還又多提拨了6% 這6%是可以省稅的 好 那第一個就是你 你就說你個人是提12% 我個人提6% 公司幫我提6% 所以在這個公式裡 我才可以有這樣子的漂亮的結果 而且我提拨的這6%是年底不用報稅的 這是法律的問題 那就是一方面有存錢又可以省稅 那就是說你的薪水越高的話 你的提拨會越多 所以第一個是你薪水的高低的參數 第二個就是說你的工作的年資 你工作的年資 而且中間都不能有什麼中斷 其實可以中斷 就是勞退心智的好處 其實就是它可以中斷 你可以中斷 可是 不要中斷太久 因為你中斷那幾個月 你就沒有辦法提拨啊 對 你就會落掉啊 所以它會跟你的年資又有關係 所以你工作越久 領得越多 然後第三個就是自己也要 有醫院去提拨 就會去讓這件事情的 成效最後是好的 所以其實我 我真的沒有什麼好太擔心的 當然你中間可能會有健康出現狀況 或者是什麼意外 這個人生難免 那我其實從20出頭歲的時候 我就有保險 所以這樣子變數的部分 我是透過保險的救濟 來cover掉那個風險 跟我一樣 你是覺得說1400萬 然後一年花70萬 所以20年就是1400萬 對 也就是說你一年就是要減少 減少70萬 減少70萬 其實你這樣很夠啊 因為你都沒有把生的利息算進去啊 你只是本金一直扣一直扣啊 應該是這麼講 就是說如果 勞退先生跟老闆年金 他有幾種做法 一種是你一次把它領完 那另外一種就是 它是暗月給你 可是你一次領完 有可能人家會借你的錢 或者是你發瘋了把它花掉 那我又覺得像我這樣子 過日子不是很糟蹋我身體的情況 我有可能會活滿久的 所以你會在越久 你會在越久 對 那個是沒有利息 那個就是 它是每個月會給你的 那至於就是說那些會衍生利息 可能是我現在開始慢慢的存款 那我感覺到一個時間的力量 我今天一定要講 就是很多人他會擔憂 他的退休生活什麼的 可是如果說你去想這件事情 是提早想的 像我想那個志偉啊 或者是麥仔哥 還有我 我覺得只要你提早想 其實這件事情 就會變得簡單很多 可是你到後面才去想的話 那個就很艱難了 那些時間越來越短了嘛 對 而且很擔心那個 沒有在想的現在也都在玩 對不對 我們是想一些那些 沒有在想的要趕快來實講 叫他都在想說他媽媽爸爸在看 而且是中間你還會有繼承啊 對不對 一定要好好的 是說繼承債務嗎 沒有啦 繼承爸爸的資產嘛 對不對